平川说了一件天天聊莫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他居然没有用血法师 也没有用打法师 我们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LR最后的B蓝索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ID FQQ大Q神 开局的话,他居然选择用中立 先造兵营,后造祭坛 当然也有可能会用圣骑士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嘴下角 一名红色的王林 叫Saurhunter Deer 亲爱的灵魂猎手 好,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亡灵这边我们看一下 祭坛也是后造 感觉JG的话他想用慢蜘蛛流 好,我们看一下FQQ这边 祭坛也是后造 当然有可能首发圣骑士 也有可能会选择中立英雄 这一局双方的英雄出来的都不是特别的早 我们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了 好,王林这边我们看一下标准的慢蜘蛛流 这套打法的话以前很厉害 现在的话除非开矿 不开矿的话也很难打 因为科技落后会非常的多 双方互相侦查一下 人族派的是小步兵 王林派的是小师生 双方中间并没有打招呼 特别忙,都没有时间打招呼 第二个步兵有可能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英雄 祭坛并没有点亮 所以还是选择中立开 好,我们看一下王林这边 选择的是地穴领主 小强,强哥 这个英雄的话后面召唤物非常的强 好,这边小师生遇见了第三个步兵 一直在侦查侦查,再侦查 暂时没有看见对方的一个英雄 果然大Q神还是要选择中立开 那打王林选择中立开 哦,他选择的是火魔 火焰领主 火焰领主这个英雄完的前夕是小火人 后面就是大招了 看能不能到六 六级之后放大招拆建筑 这个画面效果至少非常非常绚丽 好,我们看一下王林这边 蜘蛛的话往分框来跑 那王林是一个开矿的打法 一技能 升到还是召唤小甲虫 再加上骷髅棒 前期的话这个召唤物有点多 要不要卖TP呢 继续招 四个小甲虫加上两个骷髅 这一边的话是火魔 练一下小怪 对啊,小火人会分裂啊 孜孜孙孙,无穷进也 双方这一局的话完全都是靠召唤物来打 我们看一下王林这里的话 哇,开局就六个小甲虫 这矿练的舒服啊 后面随着等级增加 这边的小甲虫啊,战斗能力也很强很强啊 那小甲虫它不会自己消失的 你必须把它打掉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火魔这里小火人的话会分裂啊 但是呢,它会消失,有时间限制 一分二,二分四,刷刷刷刷刷刷,无穷进也 那这里的话是练这个雇佣兵吗? 还是练分矿? 那他还是选择前期的话 火魔快速练几 完的就是六级是吧 所以这一级的话并不是说给对方压制 而是闷头发言 那等了半天,王林也没有来抓他 那大概懂了王林是个开矿的打法 好,王林,分矿放下,过来抓人族了 呜,这个召唤物太多了啊 首先去分矿看一眼,没有什么动静了 然后旁边再看一看 这边火魔已经到了三级啊 打了个吸血光环 对于火魔来说,吸血光环用处不大 但是顶顿富特曼还是蛮有用的 好,双方又开始战路了 这边靠的是,哎呀,你的小伙人消失了 对方的甲虫是越来越多 接下来看看,这边驱散一下骷髅 哎,来了一个维杀 但是火焰灵主身上有一个隐身斗篷 隐个山,你暂时还拿他没办法 好,那这一波,双方又可是各种正面战路了 火魔有隐身斗风啊,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一边的话,就看看自己的这个部队啊 能不能多赚点便宜了 小甲虫打对方的小伙人 四个打一个,哎哟 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里追杀一个蜘蛛,能不能追杀到 好,转弯的时候,哎,蜘蛛自信回头了 那没办法,做死的蜘蛛 好,小伙人继续分练 这里的话,看一下 小农民回家 那等下还得敲一下,练一下分框 这里火魔的话,战斗能力越来越猛 小强身上快冰蓝了啊 好,小甲虫一个一个处理掉 家里的话,民兵敲了一波 现在经验值方面火魔领先有点多 嗯,小强这边的话是甲虫比较的多啊 但身上没什么状态的回家补个状态 不过亡灵分框开来出来 打后期表示非常有信心 那人组的话要赶紧开框了 掐指一算,那对方这个英雄这个点出现 那应该是开框的打法 火魔马上要到四了啊 练完放下框,还是先造塔吗 直接放框,打好塔,当然也要 小伙人再一次分裂 接下来经验值差个五十亿 马上到四 亡灵这一边的话大部队先回家 买骷髅棒,买腐尸之地 好,上来还是想进攻一下人组的分框 这一局的话和FK哥以前的打法有点不太一样 以前的话不太喜欢正面刚 喜欢各种偷鸡 但这一局挨各种战路了啊 相信的还是火魔这个输出 来了,亡灵二级 这边四级,英雄等级相差有点多 但是亡灵的经济好啊 召唤物多 人族这个分框不一定能开出来 两根塔还在升级当中 这里见面先杀个蜘蛛,祭祭天 这里的话看一下 一切临组还是二级班 等级相差有点多啊 差了两级 我第一时间先把你的塔给打退 你没有塔,后面这边的召唤物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先杀农民 这里是先处理对方的召唤物 蜘蛛又回来了 人族家里二本已经升好 塔还是要补一点 这个分框好像有点保不住了 亡灵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族的分框给拆掉 所以亡灵并没有撞到多少经验值啊 就是拆了一些建筑 倒是货膜这里经验值叉叉叉的往上涨 FKQ分框应该是开不出来了 小伙人继续分裂 这四级大半比二级半相差两级 等级会相差越来越大 亡灵这一边的话 英雄等级占劣势 但是资源方面占优势 FKQ英雄等级还有科技占优势 好,还想开 但是对方所有的火力全部在你的建筑上 那FKQ的话也是啊 故意钓鱼 用建筑来吸引对方的一个伤害 这就疯狂的输出 疯狂的杀对方的一个小甲虫 再杀下去 马上要到五楼 哦呦 这小伙人分裂的有点多 四个了 小强要叫TP了吧 这里有疯狂卡位 哎哎哎 来一下来一下 哎呀 没办法 对方跑的有点快 好,还差一下 八滴血 八滴血 嗯,心很大 没有叫TP 撤 那接下来 FKQ的话 要开扩吗 哦,没有开 直接TR了 可以的 TR亡灵 非常的暴力啊 这一局打的 看看剩小伙人没有消失的时候 赶紧进攻 好,把双电练一下吧 经验值拿一点 等一下自己的这一波民兵 那打完这里 火魔五级了 五级之后 三级的小伙人啊 战斗能力相当的生猛 王岭这边有点尴尬 这个英雄状态有点差呀 二本已经升好了 好,二发一个DK火魔 这里看看 要不要去主框买点道具呀 DK,好,又C了 这里火魔五级 打了又幻象权杖啊 幻象权杖 到时候幻象一下小伙人 画面效果会非常的炸裂 是吧,本来就分裂很多 再幻象一些 好,来了 上来界面先A对方这个红塔 不得慢 点盾一下 A一下对方的塔 把王林现在手架这个最强的单位 把它给录掉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好,小强还是选择TP了 那这一波TP之后 哎,TP的位置非常具有进攻性 现在可以好花一切代价 把对方的塔给A掉 然后前线造了一个商店 又补给 这一波又是一个战路的场面啊 王林41人口 FKQ34人口 人口方面 王林占一点小优势 但英雄等级 FKQ占的优势太大了 好,立刻幻象了三个小伙人 一时间看 还会觉得 哎,为什么这小伙人颜色不一样啊 当然对方看是一样的颜色 但是FKQ自己的视角 我们现在是以FK4的视角 所以暂时看这三个的话 颜色不一样 因为是幻象 这一看的话 王林吓一跳 我的天哪 这么多小伙人啊 赶紧跑赶紧跑 三级小伙人的输出太高了 FKQ用三个幻象把对方给吓跑了 吓跑了之后 这个基地要A掉了呀 现在王林升三本的过程中 看一下 王林选择的是幻家 哎,看一下 哇,对方没有矿 没有矿 好,王林想法很多 拉了一个小尺寸 过来把这个矿给开了 献祭自己的主况 这一波FKQ由于5G火魔 这个战斗力确实相当的生猛 王林被这部小伙人也吓一跳 直接走了 这两个蜘蛛补个伤害 想把黄皮给干掉 这里打完之后 感觉火魔很可能到6 小农民赶紧跑了 这不太行 对方的火力有点猛 幻象消失 这个时候王林有没有觉得有点后悔 我为什么撤退的那么早呢 来了来了 前线的话塔 巩固一下自己的这个优势 王林好,三本升好之后 这个基地有点战斗能力啊 这里把对方的一个盒子给干掉 王林三本好了 有没有毁灭飘呢 没有去升 好,中间 哎,FKQ被野怪给干渴了一下 5G火魔了 5G大半 那到6G差的多远呢 A掉G定 AGD的话应该有点经验值 王林是赶紧练级,赶紧练级 双方英雄等级差的太多 现在的话自己还有一些经济优势 分框大部队多 如果其他的王林要不要多捕点塔啊 好,火魔的话去商店补个状态 然后这里靠这个 步兵 加上召唤我 分框输出 拆对方的三本基地 王林好像没有去生毁灭啊 毁灭生好之后 其实还可以给人主带来很大的压力 FKQ呢 家里呢赶紧不探 万一毁灭包家 有点哼不住 好 这里的话农民过来把对方基地给拆了 可以纠战雀巢啊 把对方的基地变成自己的矿 卡好了 开始帮忙拆一下剑种 王林现在还在练集 三级加二级 人口54 FKQ35 虽然FKQ人口低 但是战斗强啊 哎,这个蜘蛛 这个蜘蛛过分执着啊 没有车退 坚持战斗 结果呢 哎,差点把火魔送到六级啊 火魔现在差28点经验值到六 差28点经验值 这里的话好像没什么经验值可以拿了 好 FKQ的话想去开一下分框 发现已经被人抢掉了 双方互相抢对方的框啊 有意思 好 科科进化药水 这里还是差28点经验值 那接下来咋整呢 好 把这个点给练掉 到时候买一些道具 比较的方便 首先把野怪勾出来 靠塔靠塔 不个伤害 另外一边的话 王林继续练集 确实现在王林最重要的目标 还是把英雄等几个提上来 否则正面站路不过这个火魔啊 马上六级了 六级之后生个大招 火山爆发 这个英雄玩的就是火山 这里打野怪 虽然说经验值不能涨啊 钱还是能涨的 长点小钱钱 然后弄点好道具 打了一个雪石 nice 一可磕掉恢复500 当然带在身上 这个血量恢复的也比较快 好 FKQ的经典画面来了啊 买了两个炸弹人 那应该要去端掉这个分框了 刚才小动物已经发现 这里开了一个框 王林 哎呀 没有在那个分框 召唤物是真的多啊 哇 FKQ又是双线进攻啊 我看你保大还是保小 是吧 保哪个 火魔这里 双方完美错开 然后来了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部雇佣兵 先吸引一下注意力 然后炸弹人 跟上跟上 来一发 炸掉一个 哎 王林你还别说啊 反应非常的快 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红塔给修住了 然后交一个TP 那 你这交TP 就着了FKQ的道了 是吧 你交我这边就放个大招 哎 你不可能两个TP吧 和 同一时间进攻两个框 就让你保大还是保小 不得不说 火山爆发这个画面效果是非常的炸烈啊 来了来了 火山爆发不仅能拆箭中也能杀兵 好 拆的差不多 哎 他是不是手动取消了一下 感觉火山爆发的时间不会那么短吧 首先把塔给拆掉 然后把矿也拆一下 王林现在好还得去买个TP 这一波FKQ 哎 还留一个炸弹 刚才买两个炸弹 一个炸弹炸另外一个炸弹即时测配 那这里的话 又生好了两根红塔 火魔打得差不多 要测了 身上没有单纯 好 这些一对输出 小火人可以把这个框盖子给敲掉 敲完之后 完成任务 稍微撤一下 王林的话 哦 他居然没有去救那个框 他是选择继续练击 哎呀 一不小心碰到对方了 哦 双方 互不搭理 你走你的啊 我练我的也可以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FKQ怎么玩了 现在的问题是大招还有多少CD啊 大招现在还有几十秒的CD 这边来了来了 又一个炸弹来 这一波FK又是秀啊 不 这一波炸弹炸得相当完美 两个红塔直接搞掉 然后单传回来 来了 又开始杀奴妹 哎 王林刚才买了个TP啊 防得非常的快 上来一个TP 小火人干掉 好 这里有没有伸戳呀 这个 好像没有伸戳 甚至是召唤 还有一个被动 好 FKQ 看到对方把这个点炼完了 想把这个框给偷掉 双方现在是互相扩张 互相发育了 这里火魔看一下 大招的话 哎呦还有三分之二的CD 这个大招的CD还是有点畅啊 然后把对方的框占为极右 但是对方还有两个建筑没有去拆啊 心可真大 你一定要把坟场给拆了呀 因为坟场会不断的产生尸体 这样的话 对方的小强过来可以各种招下甲虫啊 好 FKQ现在又得找机会去放大招了 嗯 这里过来一看 哎 对方开始重新升本 王林的话随时外出要保持一个TP啊 这没有TP的话非常的危险 现在在等 等大招 等大招又要放大招了 王林现在只有一个框了 FKQ也有两个框 不过这个框没有设防 马上被对方给拆了 王林在后面跟了过来 哎 这一波被对方给堵住了 赶紧走赶紧走 四级半的小强加三级的DK 王林这样后来后去等级会非常的高啊 这里看一下可以有什么机会去放大招了 刚才那个大招放的是舒服啊 主要是双线夹击看你保谁 好王林分兵操作 这边FKQ单传回来处理一下 王林这个分兵操作还是不错啊 一般小强用的好的人分兵都很厉害 小强后面召唤物骚扰确实非常的烦 好一个火魔大战对方一波兵能打赢吗 王林大部队要不要过来回防一下 暂时没有 哎 又回来了 这里感觉打不过这个火魔 火魔加上小火人这个输出确实有点给力 来了一顿输出 另外一边看一下 王林 要先把这个塔给拆了 然后再过来怼这个火魔 火魔一看形势不对 赶紧走 另外一边的话小火人分力量 好还是先把小火人给处理一下 这边FKQ找机会去放大招了啊 要不要去买个隐身啊 两个绿皮在这里等了非常的久 放大招 拆对方一下这个框 来了去拆了 自己的话用这个激励 吸引对方一个注意力 然后放个大招 不过王林身上有TP啊 这应该是第二次放大招了 来了 位置站好 再一次放了大招 哦 对方反应非常的快 TP的位置 哦 TP的位置也很好 上来直接围杀一下火魔 FKQ幸好有TP啊 哎呀 这里本来FKQ已经打算 双手脱离键盘就赢了 没想到对方这个回防的非常的快啊 好 第二次大招 这是大了三分之一 马上对方打断 那接下来看一下火魔啊 下一个大招 留的时间还是有点长了 好 单船过来 这里的话继续买一些道具 刚才两个炸弹的效果是很不错啊 现在 木头不是特别的多啊 钱倒是蛮多的 2800 王林现在是满地图分兵过来 那FKQ的话又开始出坦克来拆对方了 互拆 分框又开好了一个 王林现在还是有一个框 嗯 虽然说其他的建筑被拆了有点难受 毕竟有一个框能维持住 小乔五级了 又买了一个TP 王林这个TP买的是很轻啊 火魔引个身 嗯 这里等坦克过来拆 坦克的话现在是一攻零防 那这里王林估计要叫TP了 好终于想到这里才残佣的建筑还是要拆一拆 不拆的话对方远远不断的招换物很烦 那FK这里也是地序拆 两个坦克 这第一时间是拆对方的塔吧 塔还是比较的烦 王林反应过来直接修修修修修修 哎 这个坦克输出 要急火打一个单位 哎 好 拆掉一根塔 火魔升到7级 7级火魔 战斗能力确实很强 王林再一次加TP 啊 KQ的话走 火魔走 坦克的话看看要不要保一下 火魔一看对方没有追出来 对方把自己给卡住在里面啊 赶紧赶紧撤出来 火魔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走 追局的话火魔的输出啊打了将近25000啊 对方小强才5600 嗯 感觉是不是小甲虫的输出没有包含到小强里面啊 否则输出不可能那么低吧 来了 FKQ过来一下 自己这个框差点被对方给拆了 现在对方这个小甲虫的战斗能力却是越来越深了 分框王林再一次保住 FKQ的话 这个框又是被甲虫各种骚扰 这边是三级的小甲虫了 王林现在是分兵操作打得很不错 FKQ等下一次大招啊 刚才放了两次 这里看一下坦克继续来 坦克是等 顶着对方的输出来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 王林的建筑不是很多了 这个块已经拆完了 这个点也已经拆完 王林现在的建筑 12345个建筑 包括矿盖子5个建筑 有点难 接下来看一下 现在只有12344个建筑了啊 4个建筑 王林现在资源也不多 FKQ现在火魔大招 差不多又好了 又可以去放了 与此同时 FKQ是疯狂的开框 马上就要有四框打王林单框了 现在经济优势确实有点大 这本来王林双框打单框 怎么打到现在啊 FKQ四框打对方一框了 好 王林现在把周边人组的单位拆一拆 同时 小甲虫各种去杀对方的农民啊 三线分兵打得很不错 FKQ现在看看怎么完了 好飞艇 出了一个小炮 一个小炮的话 那肯定是 肯定是拆一些树 如果很多小炮的话 那可能是拆对方的一个建筑了 一个小炮和英雄配合一下 FKQ这里两根塔 多造几根圣塔啊 王林的话是继续去拆 FKQ的框越开越多 王林的进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好来了 把这边岛上的树给A掉 这样火魔的话就有机会放下来 他想在上面放大招 但这个距离好像太远了 太远了不太行 那前面再往前面走一下 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放大招 好像也不太行 还直接下来吧 直接下来 反正对方现在也没有基地 没有基地的话TP不了 好第三次放大招了 哇 这个大招放的 哎 舒服舒服 礦盖子打掉 对方要基地好了 要不要叫TP呢 看一下 这个大招放的时间就有点长了啊 两个基地 拆掉一个 现在王林只剩两个建筑了 两个建筑慢慢拆 王林现在的话 护用满地图的小甲虫 六级的一个小墙了 DK也到了五级 这里伐木 伐木机器人也过来战斗 王林现在 你说他正面可能打不过PQ 但是多性 还是有点厉害啊 各种分兵 王林现在是两个建筑 小农民的话 好 这个分矿要死灰复燃了 可以了 换个地方开矿 七级火魔 大战伐木机器人 这类伐木机器人应该是拆不了这个点了 好 FG的分矿瞬间被对方给融化掉 哎 王林突然局势又拿回来了啊 一次拆了FG的两个喷框 这里 把他们机器人给干掉 坦克 这里的话 哦小炮 配合一个小伙人 把这两个建筑给拆了 那接下来王林 要保最后的这两个建筑了 这里几辆坦克 一二三 三辆坦克一来 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这里边最后再放个大招 我身上没什么来 小甲虫又来了又来了 三级甲虫 400多的血 22多的攻击 还是比较得给力 这边怎么办 农民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哎 好 FG这里调虎离山 坦克来了 哎呀 王林还是大意了呀 那这两个建筑一拆 王林就要没了 另外这里火魔 把对方骗到塔下 换盖子 现在修不了 王林现在100多块钱 来不来得及啊 来不及了啊 好在这里再造一个商店 这是这里有小炮 三辆坦克 王林马上要被defeat了 商店拆了 这里杀开小炮 那三辆坦克你打不了啊 王林只能眼睁睁着啊 看着自己被拆出去 好马上拆掉 王林直接defeat 我们恭喜FKQ 这一集的话火魔配合炸弹人啊 放大招确实是有点秀 好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要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